在这个时刻我们聚集在一块儿是非常特别的时刻 我们一起闭上我们的眼睛来向神祷告 满有恩典慈爱的天父 我们现在来到你神圣的同在前 谢谢神为了这个音乐 神道我们感谢你当你的百姓敬拜你的时候 谢谢你将你神圣的同在充满在这个地方 因为你的圣言告诉我们说 以色列的神是住在他百姓的赞美之中的 感谢神父将你的同在充满在每一个你所爱的孩子里面 永活真神的灵啊我们求你 打开我们的眼 打开我们的耳 以至于我们可以在末世的时候听到神的灵向他的教会所说的话语 阿们 阿们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你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们所活的时代是圣经所说的末世 在圣经里面用这两个不同的字 一个是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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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语言是用来评论 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 不管是末世或是末世 都在形容我们现在所活着的时代 圣经也这样说 在末后的日子呢 会有许多的危险 许多的患难 很恐怖的日子 不仅是世界的状况 就算在天上 好像越来越糟 世界的领袖们想要试着控制气候 所以天上的状况呢 从坏到更快 地上的状况也是越来越糟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 神要做什么 难道神看着这一切的状况 什么都不做吗 我们来看到启示录第21章 圣经对于我们世上 所有一切的困难都有解答 不仅是解答 甚至在几千年前 神早就已经说出 在现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状况 我们一起读启示录21章第一节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 还也不再有了 你看这句美好的经文 使徒约翰这里写着 我看见 新天新地 旧的都过去了 在我们看到今天世上 这一切的乱七八糟的状况 圣经的最后一部书 给了我们盼望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这就是盼望 最后事情的结局 不会是坏的 乃是有新天新地的产生 所以在这儿 你必须要想一会儿 为什么需要新天跟新地 那么这个旧的地球 发生什么事呢 旧的天发生什么事呢 不管有什么人想要做新事 首先他们要把旧的给毁了 旧的必须要被毁坏 意思就是 在神可以创造新天新地之前 我们所住的这个旧的地球 会被毁坏 圣经说 神会把他们一同都毁了 然后他会创造新天新地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历史上的记载告诉我们说 在过去的时代 曾经发生过极大的毁灭 让我给你两个主要的例子 一个是在挪亚的时代 极大的洪水淹没了地球 创世纪第七章 11到24节 记载了一个全世界 所共同遭遇的洪水 全球被水遮盖 下雨四十昼夜 当开始下雨 那么这些的村落 这些的城市都被淹没了 几年前 我所住在的印度城市 持续下雨四十八个小时 没有一分钟 在这四十八小时当中停止 整个城市都被洪水淹了 有些地方呢 那个水可以到腰部这么高 那么有一些挖地 这个水甚至可以淹到脖子 这个高度 所有的学校都关门 所有的人都不上班 没有人可以去工作 我自己的同工 他们也不能来工作 当我看到新闻上的记载 在我的心中 只是下雨两天嘛 这整个城市就已经被洪水遮盖 假如持续下雨四十天呢 我就回想到罗亚那时候的日子 持续下雨两天就可以造成这么大的毁坏 这样的洪水淹破 在罗亚的日子却下雨了四十昼夜 在地上的水不断地增加 不仅如此 圣经说 还有地下的水都冒上来了 在古时那些先知们 他们所看到的意象 他们还没有合适的语言去描绘它 这是圣经所记载 地下的深渊被打开 这是什么意思呢 好多年以来我不能够了解 在2004年 在印尼有一个深海的地震 是个大地震 当这个地震发生是在海底之下 就震动了地球 那么这个水呢 就好像下沉了一下 然后因为压力的缘故就冲上来 你就听到这个大海啸的新闻了 它的高度可以到达220英尺这么高 每小时呢是600英里 每小时600公里的速度这么快 再往前移 这个波浪是这么快的运行 成千上万印度的百姓都死亡了 在泰国也是这样 很多印尼的岛屿都不见了 有一些在印度的岛屿也不见了 这个波浪的果效甚至影响到非洲 当这件事发生 我正在读报纸 科学家们这样形容 就是地底的水地底的海运行并且爆炸 突然之间让我想起挪亚的日子 当圣经说呢 地底下的泉源开口 就是这样发生 当有一个海底的地震 就会把水呢给吞上去 那么这样的海浪也来遮盖了整个地面 四十昼夜 那么这个水不断地增高 多高呢 圣经说 比最高的山更高 世界上最高的山就是圣母峰了 大概两万八千英尺 所以仔细听 这个山呢有两万八千英尺 圣经说 圣经说 这个水的高度呢 是比世上最高的山 还要多二十二英尺 这样你就知道 在地上没有一个生命 可以逃过洪水的影响 在地上有这么多的水 神毁了世界 经由洪水 第二点 在罗德的时代 如果您读《草诗经》第十九章 24节以及25节 神拆遣火 所多玛 俄摩拉的城市 完全被毁灭 这两个城被烧成为灰烬 这是双城市 大城市 一会儿之间就被火完全毁灭 现在仔细想一下 人们都往上看 这个火球好像隐石一样 就从天上掉下来 想象看 像一个大球 从天上掉下来的那种状况 有没有听过 好像冰袍从天上掉下来呢 在台湾有没有冰袍呢 很小吧 你们有大的冰袍吗 没有 现在不要说没有 会来到 圣经说在末世的时候 会有大石头从天上掉下来 数年以前 在澳洲的雪梨 极大的冰袍从天上落下 才22秒钟 很多的房子都被毁灭 停在外面的车子也被打坏 他们就照相 这个冰袍的尺寸比我的手掌更大 这样尺寸的冰袍就可以把房子 车子这些牲畜 田野都给毁坏 你可以想象 直径10公里 20公里的大火球 从天上掉下来 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请你不要以为我跟你讲的这些事 只有是过去才会发生 我现在从过去历史上发生的事件 作为例子跟你分享将来要发生的事 大火球从天上掉下来 这两个城市完全被毁坏 从这些的毁坏当中只留下烟雾 在挪亚的时代 世界被洪水所毁灭 在罗德的时代 那罗德的城市是被火所毁灭 现在你在心里想 挪亚跟罗德是过去的人 跟我活在现在的人有什么关系 现在给你两节经文作为警告 这些话语不是被任何先知所说的 也不是被什么使徒所说的 而是主耶稣他自己说的 马太福音24章 37-38 主耶稣描述了我们现在所住的时代 他说 就如挪亚的日子 末世也是那样 末世的日子就是我们现在正活着的日子 他们吃喝价去 他们也不顾念神 他们并不听挪亚所发的警告 一直到洪水的来到 在末世的时候 世上的状况也是这样 那么对于神的思念 并不在神的百姓当中 他们只是吃吃喝喝 吃喝价去 照常做买卖 那是一个不尽钱的社会 我相信你同意我今天的世界就是这个样子 一个不尽钱的社会 寻求神的那一群是非常少数的人 就像挪亚一家人 再说一次 主耶稣说 挪亚的日子如何 在末世的日子照样如何 世界的状况不会改变 在农亚时代世界的状况是如何呢 假如你读创世纪六章四节 圣经记载 世上的罪恶极大 人们整日所思念的都是邪恶 他手中的工作也尽都是罪恶 不仅如此 邪灵跟人类产生性关系 怎么可能会产生这种事呢 我不能给你答案 可是圣经记载了就是发生了 在这样的性关系当中 的确有小孩生出来 从这个不圣洁的关系 所生出来的小孩 他们成长成为巨人 现在仔细想一会儿 孩子们长得是像他们的父母的 对不对 假如父母很矮 他们的孩子也是矮的 孩子不可能比父母长得更高大 在我离开印度来到台湾之前 那个为我整理家里 并且煮饭给我吃的那位女士 她把她的女儿带来 让我为她祷告 这个女儿十岁 好瘦好瘦 好像一根棍子 她的母亲长得也是那样 有一次她带她的儿子来 那个男孩子长得也像棍子 然后呢 这个女士也把她的妹妹带来给我祷告 她的妹妹长得也像棍子这么瘦 好瘦 我就看着这小女孩 我说你为什么没有好好吃饭 她说我吃得很好啊 可是就是没办法增加体重 我说你就像你妈妈一样 你妈妈长得像根棍子 你也是 可是这个女孩子比较高 她妈妈比较矮 我就问她的母亲 你的丈夫是不是很高呢 是的我的丈夫很高 因为丈夫很高 那么这个孩子们呢 接受父母双方的基因 所以他们长得比较高 所以孩子们长得像他们的父母亲 这样对不对 现在要让你思考了 圣经说 那因罪而逗落的天使们 他们与世上的女子发生性关系 他们所生出来的孩子 非常的高大 多高 根据历史的研究 他们有30英尺那么高 很高的 30英尺 一个女人她通常的高度有多高 似乎像我这样高吗 这是不是平均高度呢 好 比我高些吧 五尺半 假如一个女士她是五尺半这么高 假如这个逗落天使也是五尺半这么高 那他们的孩子不可能30英尺高吧 所以假如孩子们长到30英尺这么高 代表这些天使不是矮天使 他们是高大的天使 大家同意吗 在我的生命里 我曾经看过各式各样不同的天使 有一些他们的高度一般 好像是我这样 有一些很高 非常高 好像这个屋顶这么高 他们的阶级是非常高的阶级 有一些的天使他们是一个国家的一个领袖 每一个国家都有属于他自己的天使 那些天使的高度比这个建筑物更高 假如孩子们要长到30英尺那么高 那么与人发生性关系这个天使一定是更高的 跟你讲一个事实 这些发生在过去的事 当这些伟人或是巨人产生 圣经说 就带来给世上极大的邪恶 之后世上的罪恶更多增加 有一些的历史书这样记载 这些巨人就带来给世界上各样邪恶的教导 用动物寄生来献祭 用人来献祭 喝血吃血 都在挪亚的日子产生 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毁灭世界 因为有极大的邪恶 所以现在仔细听了 主耶稣这样说 罗亚的日子如何 在末世的日子照样如何 意思就是说 就像在古时那些 堕落的天使与女人发生性关系 可以再度发生 会有邪恶的一代生出来 这些邪恶的世代生出来服侍撒旦 在地上产生极大的邪恶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所以你必须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假如你不过一个尾身的圣洁生活 你就把你的心向撒旦打开 那么邪灵可以在你的灵里毁坏你 毁灭你 所以要小心了 罗亚的日子如何 末后的日子照样如何 第二件事 主耶稣说 路加福音17章 28到30节 罗亚的日子如何 在末世的日子照样如何 主耶稣说到历史上 过去两个不同的时节 罗亚的时代有什么特别 他的邪恶程度超越 罗亚的时代 在罗亚的时代的同性恋 大大的增加 索东马俄罗这两个城市 充满了同性恋者 整个的城市只有一个义人 我有罗亚的他是一人 他的妻子 他的儿女 可是这城市里其他的人 从小到大 全部都是邪恶的同性恋者 你想这有可能吗 让我给你一个例子 假如你读创世纪第19章 或者是18章先 创世纪第18章 神来与亚伯拉罕说话 神告诉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所得马俄摩拉的罪 已经呈现在我的面前 我现在要毁灭这两个城 在我毁灭它之前 我拆遣两个天使 他们会去城里到处寻找 他们的眼睛会看见 我从天上所看见的 然后他们会把报告给我 我读了报告之后 我就要毁灭那城 这两个天使就去了 他们在索多马俄摩拉城市 到处行走 不管他们去哪 他们看到极大的邪恶 一方面他们看到 男人与男人有性关系 另外有看到 女人跟女人产生性关系 还有看到 人与动物发生性关系 就是这样极大的邪恶 在索多马与俄摩拉城市发生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假如你读以西节书第十六章 它说索多马俄摩拉人 还有四样其他的罪 第一 第一 充满了骄傲 对人非常傲慢 非常骄傲 第二点 非常崇拜偶像的人 他们又懒惯又恶 第三点 在城市里充满了财富 第四点 他们不寻求神 他们太有钱 太肥 太惨 太懒 太懒惰 太懒惰 索多马俄摩拉的人 就是这样 不仅如此 他们通通都是同性恋 他们是怎么样的 邪恶同性恋者呢 这两个天使来到这个城 他们在全城行走 那么这个人就跟随他们 在晚上时候 他们就跑到罗德的家里 他们告诉罗德说 我们来观察这地 罗德看着他们 假如你曾经看过天使 在你的心里 你会知道 他们不是普通人 罗德看着他 他们看起来不同 罗德说 请来我家 住在我家一晚 煮好吃的饭菜给你吃 两个天使就跑到罗德家 在他们能够坐下来吃饭之前 很多人来敲罗德家的门 不仅是一个轻轻地敲门 乃是大力地锤门 罗德就去开门了 圣经说 从老到小都站在门口 他们为什么站在那儿 圣经说 他们要求这两个陌生人 从房子里出来 跟他们发生性关系 你现在仔细想想 圣经说 从老到小 甚至小孩子也站在门口 因为他是个同性恋的 你可以想象 这两个城市有多么的邪恶吗 罗德说 请不要来伤害我的客人 他们是陌生人 他们不是从这里来的 不要在这里做更多邪恶的事 他们就告诉罗德 罗德 你到旁边去 把那两个人给我们 那么罗德还是站在他们面前 他就把手举起来挡着他们 这两个天使站在后头 罗德站在前头 把手打开保护天使 请不要在这里做邪恶的事 我有两个女儿 他们完全是妇女 我把我的女儿们给你 整个晚上你们做什么都可以 可是不要伤害我的客人 你听着这些人怎么说 我们对你那些处女的女儿没兴趣 你的女儿你自己保留吧 我们要那些男人 他们这么英俊 我们要跟他们发生性关系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你仔细想想 这种的状况是如何的恐怖 甚至罗德说我把我两个女儿给你们 他们说不要 我们不喜欢 我们要那两个男人 这样邪恶的程度 就是在罗德时代 索多玛俄摩拉城市的邪恶 这两个城市完全被同性恋的罪所占据 所以神差遣火 毁了这整个城市 现在主耶稣说 罗德时代的日子如何 在主耶稣要归回之前 日子照样如何 意思是说 同性恋的罪会在地上增加 会大大增加 现在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国家 将同性恋的婚姻设为合法 听过了吗 台湾呢 还没 因为你要继续祷告 你要祷告让你的政府 不要让同性恋婚姻合法 就算在印度我们的政府 现在也在思考 是不是要让同性恋婚姻合法 在美国的几个州已经通过了这样合法的法律 世界上五个国家已经通过这样的法律允许同性恋婚姻 世界上其他的国家的同性恋 本来是隐藏的 现在他们公然的宣称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这些旧有的日子 主耶稣说 就在罗德日子的那时候 那时候如何在你的日子照样那样 你眼睛所看见的已经发生 就是在罗德时代发生的事 我以前想 十年前 这些同性恋者从来没有公然的宣称 告诉别人他们是同性恋者 对不对 他们是隐藏起来的 他们有一个秘密的生活形态 假如一个女人她是同性恋 她不会公然的说出来 她是在便利之处 可是不是今天 今天好像是一种流行 这么流行 他们说自己是同性恋 一简直不觉得有羞恥 更恐怖的是什么 很多的牧师监督他们是同性恋 听过吗 在美国许多的监督跟牧师们 公开的说他们是同性恋 那么还有一些的教会里面 充满了同性恋的会友 是怎样一个邪恶的罪 临到这个世上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今天以极大的爱告诉你 主耶稣快要来了 祂很快的将要来到 你说多快啊 就在你的日子 你相信吗 在你的日子 两千年前主耶稣所发的议言 现在就在发生 那些主说的议言 并不是下一代才会发生 乃是现在就正在发生 你所活着的时代 也就是主耶稣所说的那些日子 有邪恶的日子领导我们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神要毁灭天地 为什么 假如你读罗马书第一章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告诉我们地上的状况 我要你了解一件事 圣经是两千年前所写的 可是当这些先知们 写下这些话的时候 他们所说的是一言 讲到他们当时的未来 末世会是如何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 以及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所发的议言 现在正在发生 罗马书第一章 使徒保罗写到在地上 同性恋生活的形态的增加 他说男与男 女与女 还有人类与动物之间 产生性关系 他们把这种自然的本性 放在一旁 男人娶女人是正常的 可是圣经说 他们把这些自然的本性 放在一旁 把他们自己的身体 给予那些不自然的一种情欲 两千年前 先知预言 平摩太后书第三章 讲到社会会如何的不尽钱 父母们不爱子女 子女们不照顾父母 人们都不知感恩 不知感谢 人们的爱心都冷淡了 那么基督的信仰会是如何呢 好像外表有敬虔的外貌 外表人们看起来 他们是很敬虔的 也许你看着他们手上戴着圣经 他们上教会 他们外表看来都是如此的敬虔 可是圣经说 他们不知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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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又要拿起来 是没有可能 还能跟着 衝职aki 感谢观看